啊啊啊啊 不要我拜託你 我要求求你不要 就這一件事來講 我是站在Toys這邊的 那Toys的嘴很臭沒錯 但是沒有必要這樣做 這部影片觀看數破五十萬的話 我尼克星在這邊正式宣布 我親自去吃超甲煮海鮮餐廳 我正式約站超甲煮 以我有話直說的個性 一定是有依說依 難吃我就說難吃 讓我繼承椅子的一致 網紅Toys與YouTuber超哥 先前因超派雞排倒廢油事件 雙方鬧得相當不愉快 而Toys在1月20日晚間 前往超哥新開的海鮮餐廳用餐 批評對方觸犯不好吃 雙方起了肢體衝突 Toys被超哥痛歐到流血 到醫院縫了十幾針 揚言提告對方 事發後許多人對此發表看法 當中全集網紅尼克星 就對雙方打鬥過程做分析 尼克星也強調 超哥動手打人就是不對 這次會站在Toys這邊 即使他批評的很過分 認為店家要有氣度去接受 不能動手動腳 不要這樣子啦 我叫警察嗎 講個話而已我沒有拍了 我沒有拍了 XX 我沒有拍了 我沒有穩健 你有沒有卡丁過我的立場 放慢動作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首先超哥低拳出的是左勾拳 敲在了椅子的脖子上面 接著呢超哥不把拳收回來 順勢的影響椅子的重心 把他帶到右邊想要趁勢給他一個右勾拳 但是這時候椅子指出了他師父教他的鬼之閃躲 往下一閃 雖然不確定是不是重心不穩 才不小心閃掉 但總之超哥這個右勾拳是揮空了 接著椅子馬上穩住重心 要擺出一點拳擊架式 超哥這時候整個人跳進去 打出了一個右手的勾拳 那我們這時候看到其實椅子是有一點 動作是往右邊做閃躲的 但是超哥一樣用他慣用的招數 出完全以後不把手收回來 一樣順勢的影響椅子的重心 把整個頭枯住往後帶 左手去扯他的帽T衣服的尾段 把他衣服整個拉上來 影響住他的重心 這時候順勢他已經控制了他的整個脖子 一路的推擠 椅子應該就是重心部分掉了下來 戰鬥就要地板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超哥是在上位 椅子是在下位就是最危險的姿勢 但是這個時候攝影機就移走了 影片中我有兩個非常困惑的點 第一個我要罵的就是攝影師 你要嘛直播就錄好錄滿 要嘛你就去幫忙 兩個都做不好 到底在幹嘛啊 你錄也不錄 然後幫忙的時候說 不要這樣啦 拜託不要這樣啦 我要叫警察囉 不是 你第一時間應該過去直接把超哥拉開 你到底在幹嘛啊 但也不怪他啦 可能是缺乏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看到其實是愣住了你知道嗎 那影片第二個點就是 我很好奇啦 那打架而已嘛 那女生尖叫的也太誇張了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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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example군 不會叫做先波 ! 你不要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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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看到畫面我也為Toys S啦 那我們這個回到正題 以我看超哥這樣的動作 還有他的一些策略也肯定的是 超哥他是有一定的接鬥經驗 雖然超哥不會正確的出拳 但他做得很發險 但他做得很不錯的一點就是 他會控制Toys的重心 所以大家其實有觀察到他們在街鬥的畫面 超哥出拳的時候 出完拳 打中 都是全部收回來了 順勢影響他的重心 控制他的方位 讓他站不穩 不管是左勾拳或是右勾拳都一樣 這樣子他會讓Toys沒有好的重心去做反擊或是出拳 再來就是他會去抓他的衣服去遮擋掉Toys的視線 其實這個脫衣服的動作不只遮擋掉Toys的視線 也順勢影響他的行動 因為衣服這個雖然是有彈性 但是還是會限制你的活動弧度的 所以在Toys衣服半拖的狀況下 他其實這個方式他也沒有辦法去做攻擊 但是超哥呢也有他可以吐槽的點 吐槽的點就是已經站那麼近了 你的勾拳進了還打不中他 這麼近了還打不準啊 這點是讓我很疑惑的一點 因為其實只要正確的出拳 一拳就可以讓椅子失去戰鬥的能力倒下來了 也不用做後面那麼多動作了 為什麼超哥站那麼近拳還打不準呢 不是因為他眼睛有問題 是因為他揮出來的拳是很道地的王八拳 那他拉開的動作弧度很大 相對來說也會讓你的準度更偏移 再來打擊到的位置 是掌心這塊的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看影片 他其實接觸到Toys的部位是這塊 攻擊面不夠集中 只要改變一點點小的細節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在你揮出這種拳的過程中 把你的手肘 抬起來 剛剛是這塊接觸 現在接觸面是這塊 食指和中指的指節作為你的攻擊面 這樣子就是一個成功的出拳 只要超哥能夠改變這一點點小的細節 手都抬起來 一拳 椅子就會馬上的失去戰鬥能力 甚至失去意識 Toys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就是 他的警覺性太差了 站姿很明顯是沒有預備好會被打的站姿 你可以看到他影片中是這樣子站的 腳站平行 然後整個人站得非常的直 這樣子也是最容易被影響重心的姿勢 是我真的和一個和我有敵意的人在吵架 或是溝通的時候 我的腳一定是一前一後的站好 隨時準備好讓我去做出拳的動作 超哥其實在要出拳的時候 他已經有這個動作了 應該就要察覺到了你知道嗎 椅子還不知道還在那邊繼續講 有那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馬上就要距離取開了 手可能就要拿起來了 準備好做攻擊準備好要出拳 那我在這邊順便教大家怎麼樣 判斷一個人要攻擊 通常要攻擊前你那個臉是會變的 哪裡可以透露出這個訊息 就是你的眼睛 眼睛如果突然從正常的這樣 變成這樣 那時候對方攻擊你的機會就會非常的高 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就想說 欸為什麼椅子拳擊名列得不錯啊 你怎麼跟超哥打架還輸 那其實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概念 接鬥誰先攻擊 誰先打出那第一拳 其實是佔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優勢 因為你第一拳最容易可以打矇對手 最容易造成傷害的攻擊 就是你還沒有準備好 你還搞不清楚狀況遭受到的攻擊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邊看到椅子的臉 那時候被打的當下是整個人忍住 整個人有點矇掉了 你知道嗎 這時候公道伯就要來拚拚禮了 那這整件事情就請裡面來說 是超哥的不對啦 只要動手就是不對 你動手你不用講什麼屁話 你就是先輸了 做餐飲是服務業 是可受公平 在餐廳以外你們是仇人 但他今天上了你們餐廳吃飯 他就是顧客 本來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那我們退到一萬步來說 就算他今天是帶有惡意的批評 但因為批評就接受不了而奮而動手 那確實情商很不到位 也過於衝動 這邊我也要站在超哥的角度說句話 超哥這個人看起來就很愛面子 再加上積怨已久 之前就被你搞了一次 那現在新開的餐廳 你又在我面前批評我的菜 那薪酬加上舊喝 但是超哥 有小孩子在場啊 你身為大人 在小孩面前做了一個最不好的示範 就算在你面前這個人他很討厭 他人品很差 他沒有道德底線 但也不代表你有傷害他人的權利 就這一件事來講 我是站在Toys這邊的 那Toys的嘴很臭沒錯 但是沒有必要這樣做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 Toys為什麼不還手 這邊我分析了幾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他認住了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畢竟他有拳擊的底子 就算只是練幾個月而已 我想反射神經應該不至於讓他只會被動的挨打 第二個是知道 現場可能都是超哥的人 就是人多打不贏 也有可能是顧忌超哥背後的視力 第三個是我認為最有可能 就是知道現在整個畫面正在被直播 對於自己後續的風向最有優勢的舉動 就是不還手 最後一個就是在演戲 其實我原本最先看到新聞的時候 是朋友告訴我的 那時候我其實覺得一定是演 Toys又來這套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他們在飯桌上面的一番唇槍舌戰 我可以透過他們聊的內容 看超哥的臉色看得出來 他其實還是很在意Toys批評他們家的菜 也還是很介意之前的炸雞事件 再來還有一個不向演的關鍵 就是Toys有帶小朋友來 帶小朋友來的用意 我覺得就是預防被打 覺得有小朋友帶超哥可能會盡量的忍住自己的情緒 結果沒想到還是破光啦 如果是演的沒有必要帶小朋友來 再來以我對超哥的觀察 他應該也是那種比較真性情的人 最後一點 超哥動手也代表風向一定會一面倒 將會面臨排山倒海般的批評而來 這些就是阿欣認為不是演人的看法 真假目前還是不清楚的 但是真假呢 我們可以透過後續的行為來判斷 那怎麼判斷 阿欣來教大家 通常會這樣炒流量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為後續有活動 假如後續他們真的對曝公堂 互相提告 那這件事情是真的機率高一點 那假如他們雙方互不提告 後續又有其他的活動同台 那這樣是假的機率高一點 最後這部影片的觀看數破五十萬的話 我尼克欣在這邊正式宣布 我親自去吃超甲煮海鮮餐廳 我正式約站超甲煮 因為你餐廳那麼好 顧客吃飽你還送他一頓春飽 那我真的也看不下去了 以我有話直說的個性 一定是有依說依 難吃我就說難吃 讓我繼承椅子的一致 讓新世代的公道博阿翔來評斷一下 到底是椅子刻意針對 還是單純超哥的情商太差